這個就會看起來深夜你可能覺得非常複雜這樣 所以我的教法是倒過來了這樣 我是從問題出發這樣 現在如果我們有一個問題比較複雜一點 它不是單純的只要倒一個公式出來 它可能需要幾個步驟 那我們該怎麼做就是這一張的重點 所以這個重點其實這一張其實我是要教大家 怎麼解一個更複雜一點的一個問題這樣 是解問題這樣 這解法叫做top down這樣 在第一張的那邊我應該就跟大家稍微介紹過 也就是說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待會要讓大家練習做做看說怎麼把這個問題做拆解 分解成比如說這個問題看起來需要三個步驟 你怎麼先分解成那三個步驟 那三個步驟你再分別寫一個程式 寫一段程式去解決那三個小的問題這樣 那一個小段的程式我們就叫做function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我們剛剛講 一個程式就是前置處理器跟main function main function裡面現在我們要解的問題有三個步驟 所以main function裡面會有三個小段的程式 那個小段的程式就叫做function這樣子 所以function是在main function裡面的 等一下大家會希望讓大家可以體會到 其實這個function的目的很基本的就是 幫助你把各個小問題給解決掉這樣子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怎麼做 所以不用太害怕這個名詞 然後大家可能最害怕的名詞就是這邊的function 後面的指標啦結構啦檔案處理 這個一般來說是最困難的 但我希望用另外一種角度就是解決問題的角度 讓大家知道這些東西其實是蠻實用的這樣 所以這張其實蠻單純的就是跟大家介紹 那個解決個別問題的時候那個小段程式 我們叫function它該怎麼做它的用途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這些function這樣子 在介紹自己寫的方案之前 我會先介紹就是C程式原本啦 就有寫好一些小段的程式讓大家可以使用 大家已經用過了 printf scanf 這都是C程式已經幫我們寫好的 那不然如果沒有這些東西你可以想像一下 現在請大家寫一個程式可以輸入 讓使用者輸入東西 你不能用scanf不能用printf做 我們該怎麼做 似乎沒有別的做法這樣子 除非你知道printf scanf它本身是怎麼做的這樣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如果別人已經幫我們寫好一些標準的程式 我們就直接用就好 這個就叫做標準韓式庫這樣 稀有一些標準韓式庫 第三個這邊會跟大家介紹一個問題給你 如果你覺得它還蠻複雜的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個 你可以畫一個圖 把這個問題做拆解 看你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拆解成幾個小問題 譬如說一個很簡單 通常就會講的是 你早上起來換衣服的順序會是 應該說穿衣服的順序會是怎麼樣 它應該是有一定的步驟 你應該不會先穿 譬如說男生來講 你會先穿襯衫再穿汗衫嗎 這樣不會吧 你會先穿鞋子再穿襪子嗎 不會吧 所以它都有一個一定的順序 你要換完一個衣服會照一定的順序 我要先穿什麼 再穿什麼再穿什麼 這樣子 所以一個複雜問題其實也不一定就很困難 只要你可以想得出來一個步驟就好 這個圖可以幫助大家 這個就是一個流程圖這樣 應該說結構圖或流程圖這樣 好 那我會跟大家介紹這個Function怎麼運作 這邊等一下再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這個基本上都是Function的內部 Function就是一個韓式這樣 或者是一個功能這樣 好 所以我們先介紹就是3.1節的部分 就是大家要講1 3.1的部分這樣 這3.1講的是說 如果我們要解一個稍微複雜一點的程式的話 基本上有可能那個題目就已經跟大家講 他需要什麼資訊然後要做什麼 你可以根據這個題目給你的東西 你就可能就可以寫出來那個步驟 寫程式的這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步驟是長什麼樣子 例如說像這個 這個就是之前在上一份講義 大家很熟悉的把英理轉成公理的樣子 所以把英理轉成公理就是說 那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就還滿單純的 就是說我現在需要有一個輸入東西的一個功能 讓我們可以譬如說輸入東西轉換再印出來 這個就是基本上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這樣 把這個步驟寫出來 剛剛有跟大家講過先寫駐井這樣 你先拿到這個問題之後你先分析一下 就是這次的作業有請大家要分析問題 這問題要的input是什麼 然後要的output是什麼 他input就miles output就kms 所以一開始你就可以把這個寫完了 這個他需要的資訊 他的格式是什麼 他是double啦小數啦還是整數 這是你一開始一定可以做的 所以這邊可以先做 接下來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那個步驟該怎麼做 你如果一開始不知道該怎麼寫 你就先寫註解的 例如說一開始我需要先得到英理 然後我需要找到一個公式 來把英理轉成公理 這個註解都是這樣子寫的 最後再把這個公理給顯示出來 你把這寫完之後壓力應該會小很多這樣子 因為接下來你只需要把這三個小問題分別解決就好 只要這三個可以解決 你整個程式就寫完了 這個觀念是這樣 top down是這個意思 一開始這個問題可能對你來說比較陌生一點 但當你把它拆解成幾個小步驟之後 這個問題可能就比較簡單了 不過注意到一點 拆解成小步驟的時候 是拆解到你覺得你可以解決的小步驟 你不要拆了一個步驟出來之後發現 這問題還是蠻困難的 這可能我沒有天分這樣子 其實寫程式我覺得每個人都學得起來這樣子 只不過說你要做到多深 那個是之後大家的興趣、熱情等等的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要跟大家講這樣子 就是把這些註解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寫出來 這邊因為程式都比較簡單 還不需要真的寫到就是我們這邊說的韓式庫這樣子 倒是我們需要用到它本來有的這個stdio.h 所以再複習一下 如果你要用到這個西語言提供的scanFla、printFla 那你都要記得include了這個stdio.h 這個韓式庫這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們會學到的西語言的一個韓式庫這樣 那再過來呢就是讓大家看一下不同的問題 它也沒有很困難 那就是要請大家算一個圓的面積跟周長 你們還記得這個東西嗎 等一下我還有一個更複雜一點的 一個三角形要教它球邊的這樣子 我們普通物理會不會教這個啊? 普通物理現在教的是不是高中物理啊? 普通物理教微積分 那你們微積分教什麼? 那這次的微積分有好一點嗎? 學起來還OK嗎? 那我可能應該這樣還不錯啊 起頭不錯 看其中考 因為有一年就是當了三分之二 對 微積分 物理喔 物理喔 物理我不知道會當 物理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大家會在課堂上寫物理的解報 但是成績我就不知道了 我聽到的是微積分 微積分那一次還鬧得蠻大的 系主委你知道這件事 因為假班跟乙班差很多 不知道是假班被盪了三分之二 還是乙班被盪了三 就是一班過很多 一班盪很多 對啊 但後來就有調整過了 因為微積分現在好像都不是系上老師教的嘛 那就是數學系的嘛 明書系的老師 那現在挑的 應該說現在找來的老師應該都還蠻 也許是蠻OK的 那之後我再了解一下好了 那以前的評價是 上課的時候把大家當白痴 然後考試的時候把大家當天才人 這樣子的方式來考 我知道喔 反正之後跟大家聊的時候再跟大家講 所以如果給大家這個問題 就是說請大家幫我求圓的面積跟周長 你覺得這個程式該怎麼拆盡呢 我的問題就這樣子 請寫一個程式幫我求圓的面積跟周長 你需要什麼資訊 半徑還有嗎 拍 好拍 還有嗎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的程式第一步就會應該要叫什麼 要做什麼 叫使用者輸入半徑 對嗎 所以半徑就是我們的變數 啊有了半徑之後怎麼算面積 來拍R平方這樣子 好 那平方怎麼做 乘兩次這樣 如果 這個等一下我就會講 以後如果我們要求 譬如說一個東西的三十七次方 你知道 你知道乘三十七次嗎 帽子 帽子 好 你是說數學符號 對 類似的 就等一下會有一個特殊的方式 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這樣 就不用像什麼建構式數學這樣 假如說9乘8他不要用乘 他要9加8次 9加 對 連續加8個9這樣子 建構式 你們是學建構式數學的嗎 那是哪一屆有學啊 還是後來就沒有學過 我只很好奇建構式數學的 學法這樣子 好 沒關係 所以 有了半徑之後 面積是πR平方 R平方你可以直接相乘就好 好 那周長呢 還有記得 2πR這樣 所以公式你都有了 把它帶進去答案就算出來 是不是這樣還蠻簡單的這樣 好 所以程式下來就是這樣子 你需要一個 也是要include這個標準函視庫 讓你可以輸入東西 印出東西 你需要一個π 看你要定義到幾位 這邊就3.14159 那我們的變數會有哪一些呢 半徑、面積、周長 你看他現在寫程式就只有寫這樣而已喔 中間他都沒有寫 中間他只有寫註解而已 他覺得這個問題就要有點困難 那就先寫註解 我一開始需要先得到半徑 得到半徑之後算面積 這個面積可以用這個公式 算周長 用2πR這樣 最後把答案顯示出來 加上一個retend 冒號 大瓜糊結束 這樣子 你的程式的雛形就做完 只要你可以寫出這個程式 基本上就ok了 接下來你只要專心寫這三個東西就好 這三個東西大家也應該知道怎麼做了 把問題定義清楚 然後知道分析一下它的input output 變數有哪一些 資料形態確定好 最後寫這個 把這個步驟寫出來寫成註解 等一下你會發現每一個註解就是配一個function 配一個韓式庫 我們來解決這樣子 這樣子 就會比較單純一點這樣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寫出這個註解 你自己知道你要怎麼解這個問題這樣 所以程式其實應該不會很難寫 難寫的是一個邏輯 你怎麼解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大家回去可以試做看看 這個人輸入半徑5.0 這個出來答案就會出來 可以試做一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好 再來再複雜一點 這複雜是說 那有可能 這個觀念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我要解個更複雜的問題 有可能我就可以從一個 本來我已經解過的簡單的問題的程式 再做擴充 譬如說這邊我已經知道 怎麼樣子算一個圓的周廠跟那個面積 我有這個程式之後 我可以用它再繼續擴充 如果我已經確定這個是對的了 那我就用它再繼續擴充 解個更難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要解一個 有一家工廠在做一個螺絲的墊片 這個墊片它需要知道說 它會做很多 它需要知道它的重量 來估計它的運費應該是多少 這個墊片長這樣子 很像一個甜甜圈 在課本上它就是形容它很像一個donut 很像一個甜甜圈 中間是空的 然後這個墊片是長這樣 問大家你怎麼寫一個程式 幫它算這個墊片的重量是多少這樣 它會跟你說這個墊片有幾個 然後你們覺得要算這個的重量該怎麼算 乍聽之下好像有點複雜 重量怎麼算 密度很好 就是我需要知道這個墊片的密度 那有密度我還需要怎麼樣才可以算出重量 體積 那體積怎麼算 高度乘以面積 所以等一下它會跟我們講它的厚度 每一個墊片的厚度是多少 那這個面積怎麼算 大圓兼小圓嘛 所以它需要給我什麼資訊 小圓的直徑或半徑 大圓的直徑或半徑 這樣就好了 那現在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用前面那個程式 算面積的那個程式再套進來 只要再多算出乘上它的厚度 算出體積 再乘上密度我就知道重量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子 這個叫fret washer這樣子 就是一個墊片這樣子 這個 這個的面積就是這個 πr平方 這邊的d是直徑 所以它有除2這樣子 好 所以程式大概就長這樣子 帶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 你可以再仔細看一下 這邊就會請它輸入呢 就是 小圓的直徑 大圓的直徑 每一個墊片的厚度 請它把它存起來這樣子 然後它會再請它輸入它的密度 這個墊片的材料的密度是多少 然後這個墊片總共有幾個 它是幾個疊起來的 所以這邊這個墊片是好幾個這樣 一次出貨是很多的 所以一次出來很多 這個是它的量這樣子存在這裡 那底下的部分它就開始算這個面積 算完面積之後 呈上厚度再呈上密度變成重量 重量再呈上它的看到幾個 就是重 這個就是它需要的 所以它出來的程式會長這樣 輸入小圓大圓的面積 它的密度 然後總共密度在這裡 厚度然後總共1000個 這些總共是2670.23公克這樣子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大家應該又更 有更稍微了解一點就是 如果一個稍微複雜一點的東西 我們有可能可以用 已經寫好的程式再來做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等一下會達到的好處就是 我把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解完之後 這個程式我就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韓式庫 以後我就用我自己寫的這個韓式庫 再去解更複雜的問題 所以其實如果你覺得蠻有興趣的 你以後可以累積很多你自己的韓式庫 譬如說你可以算面積算什麼 以後你要解更複雜的問題 就把這些韓式庫再組合起來 有點像積木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邊韓式庫Function 韓式庫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目的 待會大家可以再看到這樣 好 所以3.1是這樣 3.2這樣 3.2就要開始介紹 就是韓式庫的好處是在哪裡這樣 所以這個library就是韓式庫 韓式庫 韓...我都要寫中文 韓...就是有內韓的韓去掉那個水 然後是就公式的是 那庫就水庫的庫 韓式庫這樣 好 那韓式庫它會內建一些已經寫好的Function 譬如說大家用過的printf, scanf 或者是剛剛教到的那個面積 你算圓的面積你也可以把它變成你自己的韓式庫的一個Function這樣 所以這個叫功能 或者是韓式 Library就是集合 韓式的集合叫韓式庫 Function就韓式這樣 比較...八股一點 我一直覺得Function到底要翻什麼比較白話 當功能也很奇怪 所以有時候還是看原文的我比較理解它的意思這樣 中文有時候翻起來怪怪的 就是沒那麼到位這樣 韓式庫的第一個好處是它會提供一些已經做好的一個Function 韓式給你用 你就可以重新...就是重複的使用它 這個重複的好處是可以讓你的寫出來的code 我們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不要有錯誤 為什麼這樣子做可以讓你的程式比較不容易有錯誤呢? 因為如果你本來解一個很小的問題 你已經確定答案是對的 你把它變成一個Function韓式 你以後用這個已經確定是對的再去解複雜的問題 至少你就不用管 你就不用擔心說這個小的這個Function會不會出錯 它會出錯一定是別的地方有錯這樣子 所以這邊呢是... 以後要解一個更複雜的程式的時候 最好就是可以去想想看說 有沒有已經有的韓式可以讓你來做使用 有的Function 你重複使用它 重複已經... 已經... 人家已經驗證過 或你自己已經測試過 是正確的韓式 它可以讓你的code比較容易... 容易寫 也不容易出錯 所以... 我剛剛才會說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以後你就是... 每次寫作業就建立一個自己的韓式庫這樣 以後後面...學期後面... 還會解比較複雜的問題 有可能可以把之前寫過的東西再拿來用 你的開發時間... 你寫作業的時間就會變很短 你不用每次就重新寫這樣 實際上現在C已經有很多幫你寫好的韓式庫了 譬如說... 你們知道開根號怎麼做嗎? 就是... 如果現在... 現在我只有教加、減、乘、除、正、負嘛 用這六格可以做開根號嗎? 怎麼做? 2分之1是指... 兩個乘,然後2分之1要打在哪裡? 看...就是乘是... 要讓西語言看得懂? 0.5 乘以0.5喔? 4分之1 所以... 你沒有... 那我們怎麼會有個小... 7分之2 你是說A的... 譬如說... 根號... 根號A是指... A乘A乘2分之1這樣 7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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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之1 8分之1 6分之1 8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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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的加減乘除政府要做根號 我本來想說你們會做什麼泰勒展開式 我本來是預期你們會跟我講 那就把它泰勒展開式這樣子 泰勒展開不是就一定可以算嗎? 這樣就太複雜了 有一些很多方式像根號、次方、指數、LOG等等的 系已經幫你寫好了 你就是需要知道它在哪裡 把它找出來用 所以其實後面寫程式很多你都不用自己寫 你只要知道誰有幫你寫過這個東西 把它拿來用就好了 這個就叫做洗的標準韓式庫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像開根號 你不用真的自己弄一堆code 譬如說泰勒展開式 一個一個把那個code寫出來 而且這樣精確度還不高這樣子 它就是有一個開根號的程式叫做SQRT 這個在大家的附錄裡面應該是有的 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一個韓式庫 等一下講義也有這樣子 把它完整的在大家的課本的附錄 你如果要做開根號 你就是記得 只要你可以記得 欸 西的標準韓式庫有提供一個叫做SQRT 可以讓你做開根號 你只要輸入16.0 給它 它就會幫你回傳4.0 這邊要注意到 先用這個做範例 它的韓式庫大多都有規定一個特定的資料型態 像這個開根號 輸入的一定要是小數 你一定要宣告成Double 你用int9是不是沒有辦法做的 你一定要用Double給它 16.0 它就回傳一個4.0 也是Double給你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個韓式庫都有一個規定的一個格式 所以像如果真的要寫一個開根號的這樣子的一個程式 譬如說要請使用者輸入兩個數字 看叫First或是Second 然後分別對這兩個做開根號 實際上 這邊前面我就不講了 這個就是輸入的而已 這樣 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它輸入的數字丟到SQRT這個韓式庫 大家注意一下 First必須宣告成Double Double 這是第一個重點這樣 Double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在這裡 你要把這個First丟進來這裡 然後產生你要的 存在你要的變數裡面 第三個是這個 這個韓式庫 你要找出來這個韓式 這個韓式是定義在哪個韓式庫裡面 它是定義在這個MATH.H 所以C裡面有非常多的.H這種韓式庫 STDIO也是一個 你要仔細思考一下 你的程式 你的程式會用到 會用到哪一些韓式庫 然後記得要去Include的那個Tab 它的韓式庫名稱 這樣你就可以使用它幫你已經做好的這個韓式 這樣 Function 我現在都用講Function好了 不要講韓式 免得大家會誤會這樣子 韓式我就叫Function Library我就叫韓式庫 Function跟Library 所以記得要把它的Library給Include進來 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子就寫完這個 基本上就寫完這個程式 第二個就是也是把它做這個開根號 最後把它兩個相加再開一次根號 所以它就會得到這個答案 輸入9它幫你回傳3 輸入16回傳4 把這兩個加起來 把這兩個加起來 9.0加16.0之後 再開一次根號 我們就會是5.0 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 算是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讓大家知道 你要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寫這個 一個單元3的作業的時候 不一定需要自己寫所有的程式 有一些人家已經寫好了 你就拿來用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大家在課本上 可以看到很多的一個 就C的一些標準的Library 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譬如說這邊 你可以看到絕對紙 絕對紙如果沒有韓式庫 大家要怎麼做 用C語言做 判斷 所以你會講判斷就代表 你已經知道第四個單元 因為我們要教什麼的這樣 所以你要做正 就是 絕對紙 你必須要知道它是正的還負的 負的你要把它轉回來 這個是我們第四章要教的 它必須做一些判斷 能夠知道說現在是 如果是負的它要做什麼 如果是正的要做什麼 所以第四章要教的是 如果 這樣子的一個判斷這樣 所以 絕對紙就是ABS 它是定義在這個 STDLIB這個標準韓式庫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絕對紙的話 你必須Include它 所以這是第一個 你要用什麼Function 自己要先找好 完整的在課本裡面 這邊只有列一部分而已 所以其他你可以看到 它也可以算Cos 或者是Log 或者是幾次方 Sine 還更好Tangent 都可以這樣 不只這一些 其實有非常多這樣 不過這邊主要介紹的就是兩種 Standard Library 標準的Library 跟數學數字運算有關的Library 這樣 注意一下如果你要用這些Function 你要Include這些東西 好 這邊這個是範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不仔細講了這樣 譬如說這個Exponential 你可以用 你輸入一個數字給它 譬如說1 它就會幫你算1的一次方 然後你輸入2 就算1的二次方等等 注意一下這個 要蠻注意的 你要使用這個Function 要注意一下 它的Input跟結果 Argument就是參數 你可以把它解讀成參數這樣 或者是變數 它有一個特定的資料格式 譬如說如果你要用絕對值的話 Input一定要是Integer Output也要宣告成Integer 但是如果你是用譬如說Cosin Input就要是Double Output也是Double 那個變數你要注意一下 要宣告成什麼 基本上如果是用到數學 基本上都是Double Double為主這樣 如果是Standard Library 可能就有Integer 讓大家看一下 好 一個簡單的範例 這個課本有我就沒辦法講 問大家寫一個程式 給你BCαA是什麼 這個不瞞大家說 我在看的時候我也要複習一下 我才知道A是多少 A怎麼算 這我國中還高中很會 但大學之後就很久沒用了 我可以跟大家講 現在即使到研究所要算這個東西 幾乎都用不到這樣子 對不對 如果你要做IC設計的話 這些你如果真的不太在行 那你就會覺得 那做IC設計好不錯 因為用不到 用不到這樣 你做控制可能就會用得到這樣子 A是什麼 A怎麼算 你有BC有α怎麼算 有人記得嗎 余弦 余弦很好 我找到一個 我曾經很熟悉的名詞了 那余弦電體是什麼 A平方等於 很好 快對 剪掉2BC 口塞啊 這樣 有喚起大家一些記憶嗎 這個是我乘風很久 我幾乎大概快10年沒有用過 那個IC設計 做數位電路IC設計 真的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好 你知道這個公式之後怎麼寫程式 要請大家求A 你要怎麼求A 開根號碼 先把BC平方之後 還要算出αcos 然後乘一乘之後再開根號 所以如果剛剛沒有教到那些 已經有函式庫的話 你要怎麼用加減乘除正負做出這個東西 你可能真的就說 那我再把太熱展開式拿出來用一下 這個cosα還是可以用太熱展開式的這樣 所以程式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讓大家稍微看一下這樣 B的平方要用到POW這個函式 B的平方 B的平方這樣子 以它為做基底 看是幾次方 B的這邊寫三就三次方 POW的函式就是 B平方加上C平方 減掉2BC 減掉2乘B乘C乘上cos cos本身就是它的方圈 這裡 cos本身就是它的一個方圈 好 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子 所以程式這樣你就可以算出來A了 所以如果你現在可能修譜物 微積分 或是任何其他各系所相關的課程 你有真的需要用到這種公式的 你乾脆就把它全部寫一寫程式 以後你寫作業就輸入 那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也許還蠻開心的這樣子 除非你覺得你的計算機也可以做這個功能 計算機可以做這個嗎 現在你們買的 現在是不是都買計算機 我看好像至少電機系的同學 應該到了大二 你一定會在販售破或是受破的情況下 買一台計算機 工程用 這個可以做嘛 計算機可以幫你做這個 那比較麻煩的嘛 按來還可能按錯 你如果寫一個程式之記 你程式還可以裝在你的手機裡面 那個程式好像可以在手機裝什麼 然後你手機就可以按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希望寫程式對大家的生活真的有幫助 練習體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下面哪一個 不是西的標準韓式 不是西的標準韓式 這樣子 30秒 等一下問大家 不是西喔 不是西的 不是 這些都是西的東西 但是哪一個不是西的 但哪一個不是Function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講義OK 30秒就好 應該蠻快的 那等一下如果這個有出那個 搶答題的話 希望大家就可以都答對了 然後你應該要看 哪一個不是西的Function 所以現在前面那個標不用佩啊 你要用到的時候你再去看 前面那個韓式庫,因為那個非常多 記得你的附路應該有好幾頁都在講這個 好,有沒有志願回答的同學 那我現在,那我隨便點 來,就問你,先問你好了 你答案,覺得答案是什麼? C,A,B,C,E是什麼方式? 拆車 這個,這個 看這個名詞,看起來像他在做什麼運算 LOG,E在做LOG 那C,這個VOID是什麼功能? VOID是什麼功能? 之前教的時候 回傳 不回傳東西 不回傳東西 這個VOID會在哪裡? 大家在哪裡看過? MAN前面很好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應該說裡面或者是前面也可以 裡面 等一下這個,我們就不會試這個 VOID基本上就是不回傳 沒有的意思 VOID就沒有的意思 譬如說這樣子就是 MAN這個Function不會接收東西 但是它會回傳東西 如果它不會回傳 這個也會寫VOID 這樣 所以它只是一個形態的描述 等一下我們會教到 怎麼讓一個Function有輸入東西 然後也可以輸出東西 這樣子 好,所以很好 答案的確就是這個C 好,掌聲鼓勵各位同學 等一下下個來教我 好 所以這邊還算簡單的 接下來呢 再稍微複雜一點 我要請教大家畫圖 這樣子 畫圖 3.3這樣 3.3就要跟大家開始介紹說 怎麼樣利用一個TOP-DOWN的設計方法 來解決我們遇到的比較複雜一點的問題 所以這TOP-DOWN其實重點是這個 它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一直想要強調就是說 教這個程式設計 學這個程式設計實際上是在學邏輯 你怎麼拆解問題 把那個問題變成一個一個的小問題 拆解成你可以解決的小問題 然後再針對這些小問題呢 分別去寫程式 一步一步把這個問題 整個問題解決起來這樣 等一下有個範例給大家看 好,所以TOP-DOWN的設計 其實是要讓大家學習怎麼樣解問題 這樣子 拆解成小問題之後 我們可以根據拆解完的結果 畫出一個結構的一個圖形 它可以讓你知道說 這些彼此的小問題 誰該先解決 然後再來解決大的這樣 所以待會兒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說像這樣子 如果我現在要請大家寫一個程式 來畫這個圖 跟畫右邊這個圖 右邊這個圖你們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我看了一陣子 因為我看那個課門描述 我一開始看不出來到底想要講什麼 這個人叫什麼人 聖誕樹 聖誕樹我好像也有想過 仔細上課本說他是個人 他是個女生 這是裙子啊 這是他的頭 他可能是放在廁所那裡有沒有 你看他那個描述叫stick figure 貼圖吧 人物貼圖這樣 他是個人啊 好 他右邊這個就是房子 請大家 你們覺得 畫這個房子跟畫這個人 步驟是什麼 寫程式 你們覺得你會怎麼拆解這個步驟 還是你會硬刻 用一堆printf慢慢刻出來這個東西 那如果這個圖複雜一點 我們就刻到死掉這樣 如果這個讓你硬刻 你可能會寫個作業 可能會弄個一兩個禮拜這樣子 這個可能還好 就慢慢的這樣圖嘛這樣子 那一點點 但如果要拆解你會怎麼拆解 拆上下有沒有 先畫一個三角形對吧 先畫一個三角形 那接下來呢 再畫下面這一個 這樣兩步就做完 所以你就 你就是寫變成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專心解決怎麼畫三角形 第二個步驟呢 專心寫怎麼畫一個像是橘形 但是沒有上面這個蓋子 那右邊這個呢 先畫他的頭啊 再畫他的身體裙子 然後再畫他的腳 這樣就拆三個步驟 然後拆完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這問題會比較簡單一點 沒有啊 我是這麼覺得 因為你想說 那這個頭該怎麼做 頭你就慢慢自己硬刻啦 這個沒有標準函式幫你 我現在要講的東西沒有標準函式 這樣你自己寫的這樣 西語言沒有幫你內建產生頭的這個程式 你可以幫他產生啦 但是這個頭 他幫你產生基本上都是用途範圍很廣的 你自己產生這個你就自己留著 你可能在某一天的什麼時候 你覺得 那這個以前寫過這個東西還滿好用 拿出來用一下 譬如說你要做那種 誰生日你想要弄錢 但你如果送這個生日禮物保證 人家一定知道你是理工人 因為只有理工人會這樣想 我用程式幫你做一個生日卡片 你覺得有沒有很貼心 這樣聽起來就會覺得 你一定是理工人這樣子 理工會有一個特質 有一個笑話可以跟大家講這樣 理工的啊 所以希望理工的同學呢 特別是男同學以後不要這樣子 有一個理工的同學跟一個女同學去山上 可能以後去新竹就是 這邊有沒有新竹的同學啊 新竹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沒有喔 沒有喔 雖然我聽錯了 新竹有什麼好吃的地方 好吃的東西 有一個人開玩笑跟我講 我去煮課的時候問學長說 欸 學長 你這邊煮課看起來都是科技業 有沒有好吃的東西這樣 他就跟我說 新竹只有三種東西這樣 吃的東西 一個是不好吃的 一個是貴的 一個是又貴又不好吃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不知道 如果新竹的同學可以糾正我這樣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一直這樣子扁低新竹 但我每次聽到 去過新竹回來都這樣講 然後新竹什麼好玩的 好像說平常就是去十八尖山 要爬山 反正就是現在有個理工男 晚上的時候 帶一個女生去那個 十八尖山賞月 或者反正就是要去那邊 這樣兩個人獨處 然後山上風大很冷 那女生就跟他講 怎麼辦 我覺得好冷 風好大好冷 那男生聽到 你覺得應該做什麼反應 對對對 那個理工不是這樣 他跟他講一句話 他說沒關係 幸好我有帶外套 他自己有戴外套 沒關係 我戴外套 這樣 然後理工我覺得這樣 解決問題 你說問題是很冷 沒關係 我不冷 我有外套 小心 不要理工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以後跟異性聊天 你的話題會很窄 這樣子 就是聊天聊聊的時候 說你最近那個城市寫怎麼樣 變經體畫得如何啊 這樣無聊 不要變這樣 不要跟人家聊天則聊這個 人家會覺得你很難相處 這樣 好 所以這邊就要畫這兩個圖 以下我用右邊這個做一個範例這樣 就是說 假如我們希望產生這個圖啊 我不想要一個一個硬科 覺得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暴力法 這樣太累了 我可能可以拆解成三個步驟 先畫頭 再畫三角形 再畫這個 再畫下面這個 好 好 所以他接下來就畫 變成這三個步驟這樣子 這個就是剛剛所謂的這個 structural chart 這樣子 就前面教的這個 這個東西 你把它拆解完之後 你就會比較知道 這個問題你該怎麼解 本來你是要畫一個那個 人物貼圖的 你現在把它拆解成這三個 畫一個圓形 圓形就這一個 畫一個三角形 跟畫一個 畫一個交叉線 畫一個交叉線 這三個步驟 好 然後在這邊這樣子 是不是已經拆解到 你覺得可以解決的步驟 這邊他覺得不是 他在畫這個三角形的時候 覺得他還可以再繼續拆 這三角形還可以拆成什麼 你覺得這兩個圖 有沒有很像 就是都要畫這個 所以他又把它拆成這一步驟 跟畫一個底部 這樣 所以你就看到這樣 base就是底部 所以他畫這個交叉線 就是下面這一個 所以這個三角形 他覺得還蠻複雜的 那我可能就可以畫一個交叉線 交叉線如果我畫得出來 我就再幫他多畫一個底部 就是這個三角形 所以實際上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知道怎麼畫這個交叉線 我不只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還可以解決上面這個問題 只要多畫一條底部的線 這個就是function的好處這樣 你只要解了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有可能就可以幫你解另外一個問題 你不用真的像暴力把這樣一個一個慢慢自己重割 所以這個 一開始你要解問題的時候就可以試著做這件事 今天回去有一個兩個禮拜後要交的作業 下下 十月底那個禮拜天要交的一個作業 第一個有兩題 第一個要請大家畫圖 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一個也是畫應該是房子吧 另外一個是畫T型 T型怎麼樣 怎麼畫一個T型 那個名詞很久沒聽到 對嗎 普惡有交到嗎 普惡用到T型嗎 T型 那個T型那個英文字我還很久沒看過 因為我上一次聽到T型可能是高中文 大學好像沒有聽過T型這樣 所以等一下再跟大家講這樣 要下課前再跟大家講 所以你把一個問題呢 你就可以拆解成這個步驟 所以接下來我就可以個別 譬如說寫這個 寫這個灰色的 灰色就是它個別解決的部分 我先寫一個 一段code能夠畫出這個頭 一段code可以畫出這個交叉線 一個code可以寫出這個頂線 這個灰色 你可以註記一下 這個灰色每一個就是一個function 每一個就是一個function 所以這樣好處是 你本來是要暴力法解整個問題的 你現在只要針對灰色的部分個別解決 寫完之後再把它結合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長得是這樣子 詳細的code等一下會再繼續講這樣 先讓大家看一下 一個剛剛交到的一個關聯 讓大家確定一下大家有沒有理解這樣 請大家幫我選一下這段文字下面 ABCDE誰是最適合的這樣子 這名詞應該前面都有交過 除了第四個D之外 你們覺得這個ABCDE答案是什麼 還是都不用 看一下這個描述這樣子 看一下這個描述這樣子 然後對照一下剛剛交到的 就答案是什麼 有嗎 答案嗎 有嗎 有嗎 答案嗎 ABCDE ABCDE 好 等一下 好 很好 仔細思考一下 答案是 ABCDE 哪一個 再給大家 但是沒有 別討論啦 沒關係 你可以跟你周遭的人討論 這樣子 你覺得這個描述比較最適合來講 下面的哪一個這樣 通常是 通常這個問題都是 針對我 就是才交往沒多久 這個 你們是在查單字是不是 好 你們要 哪個單字跟我講 我跟你們講 這個 這個叫做階層式 階層式 階層式 這個組織 但我一個一個講中文 你可能會覺得 不知道 這是階層式的一個架構圖 這個是指問題這樣子 那答案會是什麼 這個是土 這個是土 代表可能是土 注意一下 我們要期中考的題目是英文 你要用英 跟那個一樣 剛剛同學有問我說 第一次的 那個作業的 握的檔報告 要用中文寫 還是英文寫 中文就可以了 你要用英文寫 也OK這樣子 就是中文就可以了 考試用中文寫就好 只不過題目會是英文 好 反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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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E 好 E 很好 來給同學掌聲鼓勵 請問一下它這個圖,它的名詞,它這個圖 這個其實不能說錯,它的精神是一樣的,但這個指的是一個圖 所以這個圖指的是這個chart,這個圖 但這個圖其實是要讓大家知道怎麼樣做top-down的一個設計方法 這個圖其實也可以跟這個有關,這個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Divide就是分開,那Conquer是什麼? 這個你們打電都應該有聽過吧?征服者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各個擊破嘛,征服者那個四季帝國是不是就是英文名字 講到四季帝國,我很討厭玩這個遊戲,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不太會玩即時戰,因為玩那個不是都要什麼幾分鐘升城堡什麼之類的,對吧? 我玩那個很慢這樣,所以有一次跟同學去玩他玩這樣 他十五分鐘就升城堡,我還在那邊慢慢找東西,蓋東西這樣 然後就噔噔,那這一堆東西衝來我的地方這樣 然後呢,他還不想要馬上殺死我,要給我一個最殘忍的方式 他就把他全部砍光光之後,剩下一個村民 然後我可以做什麼呢?我就只能操控那個村民到處走 然後我就說你殺了我吧,我不想要玩,我要走了 從此之後我就很討厭玩這個遊戲 你們玩過新海爭霸嗎? 最近好像又出來,所以四季帝國啊,就是康可嘛這樣 這叫各個擊破,這跟看不到是一樣的 看不到就是由上往下分解問題 接下來呢,是由下往上各個擊破 把這一個問題解決掉,這個解決掉 把這兩個城市併起來就是這個畫三角形的 等下大家會看到,把這個解決掉 把這三個城市併起來就是最後的整個城市 這叫各個擊破,先把問題拆解 你覺得這個敵人太強大,你先拆解 你覺得哪個地方最好攻,各個擊破 最後這樣上來這樣,所以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先tumb now,再divide,conquer 這個圖是用來解釋這個東西,這個名詞是圖啊這樣 所以如果期中考問大家解釋名詞,這個是什麼意思 大家就寫你覺得最接近的那個重點,精神在哪裡這樣 你要寫這個,但你一定要記得要寫出它這個圖出來 最好可以畫個範例這樣 如果考試期中考有考的話,大家要記得要這樣子寫這樣 如果考試有考的話,要記得要這樣子寫這樣 然後,我沒有,我是,我有講一下這樣 講重點啦,重點這樣 好,所以這邊講完了齁 所以這個是精神啦齁,所以在接下來的,接下來大部分都是code了 精神就講到這一邊這樣 你有可能可以就是用這個方式把一個問題分解成好幾個層次 但就是注意到分解到你覺得你已經可以處理的那個層次 如果你覺得那個問題對你來講,根本就連分這樣子都不用分 那你也可以不要分這樣 如果說分了之後,分成這幾個層次之後呢 有可能可以讓你比較容易的解決這個問題 至少你可以把範圍變小 本來要畫整個圖,你只要focus專注在畫一個圓啊 畫三角形啊,畫交叉線啊,這樣子就好 好,所以3點4開始就是在講這個啦 所以我們就把它講完這個部分 然後讓大家做個練習,我們再休息了 不過其實好像也... 好吧,我看我還是先休息一下 因為已經是1點20,等一下再一路把它講完 因為接下來是code這樣 先休息一個10分鐘到10點半嘛 10點半時,然後把...就是... 看起來應該可以先教到說 基本的一個方式,韓式該怎麼寫這樣 基本的韓式就是像剛剛教到的這個圖這樣 預設的問題就是想要畫一個圖 然後畫那個女性這個圖這樣子 那我們把它拆解成這個灰色幾個關鍵的步驟 接下來呢,我們就寫程式的時候 就針對這四個,應該說這三個 因為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這三個關鍵的步驟分別去寫一段程式 然後來完成這個動作 譬如說畫圓形、畫交叉線 這個韓式...這個code我們就叫做Function,叫韓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這件事情 分別來針對剛剛所討論到的那個東西來 就是講說那這樣程式上怎麼把它做這樣子的一個分割這樣 所以那些韓式我們就叫做Function 剛剛有跟大家提過了 所以等一下在程式裡面大家會看到 如果我們要請這個程式幫我們開始畫這個... 畫這個圓形的時候,我們需要去呼叫它 叫它幫我們畫,意思是這樣,呼叫 所以這邊這個名詞是這樣,code code就是呼叫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再說明一下 這個是你自己寫的一個function,一段程式 你等一下在程式裡面 我們可以在man那個function去呼叫這個程式 叫它幫我畫剛剛那個頭,那個頭這樣子 這個叫Function code這樣子 Function code的語法基本上就是看你那個韓式叫什麼名字 有點像剛剛就是那個power等等的那種 看它的名字是什麼 我們這邊所教的這個韓式呢 這個瓜糊裡面都是沒有東西的 意思就是說這個韓式這個function呢 你不用給它任何的數字,它都可以幫你做運算 相對來講就是我們回到前面看一下這個 這個好了 這個也是一個韓式 C所提供的開根號韓式 它就必須要提供一個input給它 你需要給它一個數字,它就可以幫你做運算 所以等一下這個後面的單元會分成兩部分 一種是不用任何input給它,它也可以做運算的一個function 另外一種是需要給它input 如果你只是要畫圖的話,你其實不用給它input 你不用給它譬如說叫它畫幾個圖 反正你就是呼叫它之後,它就會幫你畫這個頭出來這樣 呼叫的方式就是直接把這個名字寫這樣 如果這個function是沒有input就直接刮圖 裡面就這樣子就好 你要放一個空白也許也可以這樣 反正裡面不用寫東西,分號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們開始教到的 關於function的一個描述這樣 呼叫它,呼叫它就可以幫你畫那個圖 等一下會教到你要呼叫它之前 你必須要先說這個裡面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不然這個main function也不知道到底呼叫它會做什麼事情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裡面它呼叫它之後它會去做什麼事情這樣 好,所以下面這個翻譯的解讀 這個事情就是說你這樣子寫它就呼叫它了 它就會去看這個程式它在做什麼 做完之後它就會去執行它的下一行程式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呼叫這個是整個程式的一個算是一個比較概略的一個說法 大家可以先看下面這個 man裡面畫那個人形那個圖 基本上就是分成這三個韓式這樣子 剛剛是不是給大家看過了 你要仔細對照一下它是跟這個圖走的這樣 畫這個東西我就是需要這個這個跟這個 這三個東西這樣 或者是說你可以解讀成 你要畫這個東西就是畫一個圓圈 畫一個三角形再畫一個交叉線這樣 這樣這三個步驟 所以這三個步驟在它後來寫程式的時候 就分別變成三個方形 畫圓圈、畫三角形、畫音、畫交叉線這樣 所以這樣子做這個man function就還蠻簡單清楚的 就是做這三件事情 它這個就叫呼叫 前面這裡夜交的這個東西 方形扣這樣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理解看看說 基本上它就是跟著我們剛剛所說的解決問題的步驟走 畫三個就是三個function這樣子 那這三個function呢 在這邊呼叫的時候 我們必須讓這個像是宣告變數一樣 我必須先跟這個程式講說 這個三個function的資料型態是長什麼樣子 像變數我們要開始用之前 是不是要宣告它是integre還是小數這樣子 所以這三個function在上面這裡 上面這裡我們必須叫做這個function的宣告 宣告這樣子 在上面這個叫function的宣告 重點就是在講說 這個function到底有沒有input跟up 有沒有輸入跟輸出 像這個畫這個circle它就只是印東西出來而已 你也不用給它什麼輸入 它也不會像開根號你輸入16.0 它會給你4.0這種輸出 它也不會給你輸出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function的前後 就叫void這樣 前面有一個叫void 空白 然後瓜糊裡面也是void 意思就是 瓜糊通常就是輸入的東西 瓜糊void就代表它沒有輸入 名字的前面也是void 代表這個function不會有輸出 我指的輸出是真的有運算結果的 如果只是印東西是完全沒有的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叫做function的prototype prototype叫做雏形 雏是...欸我忘了寫中文 雏那個字有什麼適合的字 雏就是... 雏有什麼名詞可以用 雏鳥 好 雏鳥的雏 有沒有別的... 我剛剛差點就要講 雏就是雏形的數 就雏鳥就是... 大家知道我在寫什麼 雏形喔 就是基本的圓形這樣子 function的prototype就是我這邊所說的 你把它寄function的宣告就好了 宣告就在跟這個程式講 像變數一樣 變數你要跟他講是整數還是小數 function在宣告的時候是要跟程式講 他到底需不需要接收輸入 會不會產生輸出 像這個範例 這個章節所教的這個範例 都沒有輸入輸出 到後面才會再跟大家講 我想可能今天也只能教到 沒有輸入輸出的function這樣 所以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來說這個function呢 man function就是根據你的... 你的拆解問題的步驟 拆成幾個function 每個function在這邊要描述一下 它的資料型態這樣 這個就叫做資料的輸出... 資料的宣告這樣 function的宣告 基本上就是function name 前面接一個它的function的型態 看到有沒有輸出數值 你可以做一下筆記 前面這個是輸出 後面這個是輸入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輸入 沒有輸入 也不會有輸出 這個是輸出 這個是輸入這樣 這個你只要... 很簡單你就只要確定好 你這個function 到底有沒有輸入輸出就好 接下來 這個是function的定義這樣 就是說 我們這邊呼叫這個function 也宣告這個function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 那這個function 基本上它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你可以操一下 方形這三個東西要寫 方形的宣告 方形的呼叫 跟方形本身它在做什麼 那個我們叫定義 就這邊看到 這個就是方形的定義 定義 只要記得這三個東西就好了 這三個你記得寫 應該方形就會用了 譬如說像前面我們有看到 它有一個叫做畫圓形這樣子的方形呼叫 它的宣告上是說 它不需要輸入也不需要輸出 它到底要做什麼呢 就寫在這裡這樣 就是這個 把這個function的宣告再抄一次 方形的宣告再抄一次 畫Circle 前面是Void 後面是Void 這樣 這有點像是man那個function在做的事情 man那個function呢 它的格式是像這樣 man function前面它也沒有輸入 但是它會回傳一個整數 它會回傳0 它會回傳0 所以它這個是要叫做 它會回傳一個整數 但是它不會有輸入 這樣子 我們這個function呢 像這樣 如果Circle 它不會不用接收輸入 它會也不會產生輸出 它不會回傳東西 它就單純是in這個 然後這樣子很像就是 就是暴力法 就把那個頭給刻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個叫做function的定義這樣子 好 定義上面呢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個東西要寫在哪裡 這個東西你覺得要寫在哪裡 這個我這樣寫完 我這樣程式已經寫完 那我剛剛說的這個 左右Circle要寫在哪裡 它寫在這個大瓜胡椒在下面 寫在同一份點C檔裡面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man function 是man function 這樣子 然後剛剛每一個function的定義呢 就是接在這個大瓜胡椒後面 再繼續接著寫這樣子 來代表說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function 這樣子 好 所以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這個叫做function的定義 方形的定義 方形的定義的格式都通常是長這樣 方形的名字 先邊看它有沒有回傳數值 如果有它是整數還是小數 像這邊是沒有的叫做void void就是沒有的意思 中間呢就是看這個東西要做什麼 這樣子 讓它中間要做什麼 譬如說印東西 後面可能會看到說這個function裡面 有可能會宣告一些它自己用的變數 宣告它自己的變數 這個就叫做local的變數 local是什麼意思 中文 在地 那在地是什麼意思 local的變數 在地的變數你們覺得是 有local就會有什麼 local的相反是什麼 我剛剛聽到一個聲音那個是什麼 local跟global 好 local是在地的 global是全球的 那兩個有什麼差別這樣 一個是 譬如說區域性 譬如說插頭好了 一個插頭可能 某一種插頭在台灣才可以用 那美國就不能用這樣 這個local意思是什麼呢 你在自己的function裡面宣告的變數 只能夠在這個function裡面用 它不可以給別的function用 譬如說它就不可以給man用 這個先讓你有個印象就好 譬如說等於之後 這個可能後面才會教到這樣 如果在這裡我們有宣告一個 譬如說integer然後temp這個變數 這個temp在man那邊它是看不懂 因為它是個local的變數這樣 在function裡面宣告的變數 只有這個function看不懂而已這樣子 你先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我之後遇到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解釋一次這樣 這邊因為在課本描述上 它有這個東西怕大家看不懂 所以local意思就是說 這邊的宣告 只能夠給這個function用這樣子 好 畫三角形這個function 該怎麼做呢 畫三角形這個function 剛剛在這個圖裡面是不是看到 它要做兩件事情 需要先畫這個交叉線再畫一個底部 對嗎 畫三角形 畫三角形怎麼做 我需要先畫這個交叉線再畫這個底部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function 在描述上面它就會分成 如果是circle就單純這樣子寫就好了 如果是畫三角形就會再拆成兩個步驟 畫交叉線再畫這個底線這樣 所以看一下 這個是完整的這個code 讓大家看一下你可能會更有感覺 完整的code 這個在大家的圖3.14這樣 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我include這個標準輸入輸出的這個library 然後定義好我會用到 宣告我會用到的這個function 第一個步驟 在使用前必須先宣告 講出來說這個function有沒有輸入有沒有輸出 就第一個 接下來它就會去用這個main function main function很簡單 如果你是這樣寫程式的話 你的main function應該是非常簡單的 只會看到步驟 比如說先畫circle 先畫上面那個人的頭 再畫三角形他的身體 最後畫那個他的腳 那個交叉線 你的main會變得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這個叫呼叫 我要呼叫這個function 來幫我畫這個東西 那呼叫的時候它是怎麼執行的呢 它看到這一行之後 它會記得它要去做這個function的事情 它就會去後底下的這邊的 去執行它這邊所說的程式 所以我剛才跟大家講說 這個每一個function的定義 每一個function的定義是寫在main這個function的大瓜圖下面 它是一個自己獨立的一個function 它是function main也是一個function main是最主要的 所以這邊的概念上想要跟大家講的事情是說 這個main基本上就是包含只有你的步驟 至於你每個步驟要怎麼實現呢 這邊教到的東西是 請大家把這個每個步驟變成一個function 額外定義出來這樣 譬如說這個畫舌頭就是在這裡 它就會看到這一行 就會跳來這裡 看到說它印這三個東西 它印完之後會再跳回來 執行下一個function 就是畫三角形 畫三角形 你看這畫三角形 它會說要先畫這個交叉線再畫底線 那麼它會看到它去呼叫畫交叉線 畫交叉線寫在這邊 它會跑來執行這個 畫交叉線就是單純printf這樣而已 畫底線 畫這個底線它會去呼叫這個 它就是畫底部那個東西 所以這邊比較困難的是它的執行會跳來跳去的 不過它跳沒有很複雜 它跳其實很簡單 我再講一次給大家聽 man function是最主要的 man看到這一行 它就會去找它在哪裡 跳來這邊執行完 執行完之後會跳回來 因為它執行完 執行man的下一行 所以出發點都是man 你要注意到它那個主從關係 man都是最主要的出發點 都是從man開始 man說要去執行這個 執行完之後它會回來man 然後再執行下一個function 執行這個畫三角形之後 它會跳來這邊 這是城市的最後一段 到這裡這36月這裡是城市的尾端這樣子 它會執行這個triangle這樣 畫三角形它會先畫交叉線 再畫底部 畫交叉線的時候它會再去找 這個畫交叉線在哪裡這樣 畫交叉線在這裡 畫完交叉線之後再去畫底線 底線就是在畫這裡 所以後面應該有個圖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圖這個 我剛剛想要講 這個應該可能是這邊 比較複雜一點的部分 man function 剛剛講是一切動作的起點 一切動作的起點 他說要畫這個circle 它就會跳到 這個城市就會開始去找 在你的城市裡面 畫circle這個東西是在哪裡 然後去執行它裡面的東西 執行完之後 它會再跑回來這一行 發現它已經執行完了 執行下一行 執行這一行的時候 再跳去那個畫三角形 在哪裡 執行完再跳回來 最後 再畫交叉線這樣子 所以這邊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這樣 這邊 有沒有哪邊需要 我再重講一次 你們這個跳的順序OK嗎 可以到時候再出個作業 讓大家練習 畫一下那個執行的順序這樣 整個城市就是到這邊 69行結束這樣子 所以後面有個作業 要讓大家試試看 就是畫一個圖 但是你要把它拆解成這樣 這幾個步驟 就是像畫這個人形子這樣子 你自己回去也可以試做看看 會更清楚這邊所講的一個儀式這樣子 好 這麼做的好處 先很快跟大家講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子做 我們就等於是把整個解問題的過程 變成好幾個步驟 由Main這個Function來執行這些步驟 每個步驟變成一個Function 它獨立的來執行 所以Main做的事情 在控制這些步驟的執行 第一個步驟在做的時候 它會跑來看這邊要做什麼步驟 執行完之後再跳回來 好 再繼續往下做 這樣子之後可以讓你專心 就是解決每一個指問題這樣子 重點是這一句 好 這個我不知道在 我傳上去的可能沒有 你可能看一下 這句話我覺得是 這個裡面非常重要的精神 它讓我們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一次只要寫一個程式就好這樣 譬如說一次我只要先完成 我只要這個步驟寫完之後 第一個我先完成怎麼畫Circle 再完成怎麼畫三角形 再完成怎麼畫交叉線 這樣子的程式就寫完 就是剛剛那個Divide and Conquer的概念這樣 這樣子做 也可以讓我們之後這些Function 可以再重複使用 譬如說像這個畫交叉線這個東西 畫交叉線這個東西 我寫完之後不只可以畫交叉線 還可以拿來畫那個三角形 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讓我們寫程式變簡單的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雖然它的執行上沒有比較困難 所以回去的時候希望大家 仔細看一下這個執行的步驟這樣 就是說這個為什麼是這樣執行 如果有看不懂的可以再來問我這樣 或者是問主教這樣 好 這個下次再講好了 這個目前我們所教到的這個Function 叫做白話一點講 叫做有點殘廢的Function 這個Function仔細來講 你們覺得這個Function在做什麼 我剛剛教到的這些什麼畫三角形啊 畫交叉線啊 這些Function它的功能都是 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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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能畫東西而已啊 它根本不能做運算 你要程式 應該不只可以畫東西吧 你玩那些遊戲看電影 如果沒有運算 一直畫圖給你 可以弄嗎 好像不行 但課本裡面有一個 不知道是後面 第三章的後半段 有一個叫電腦圖學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他教大家怎麼用程式 就是畫出一些很漂亮的圖 這樣 那個以後如果你想要做 例如說 現在很紅的是那種VR 那個虛擬實境那個東西 你可能就會需要用到那個部分 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一頁意思就是說 現在交到的東西呢 其實非常 它的功能非常有限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騙小孩的 或者是它其實有點殘廢的一個 一個 function 它就只能印東西而已這樣子 但這樣子它的實用性就會很低 所以後半段我們要教的事情是 如果這個 function 可以接收數值 比如說像剛剛前面提到的 數學函視庫 可以幫你算cos 或者是算log等等的話 它的實用性會更高 所以目前交到的部分 就是你看到它都是不會接收數值 不會傳送數值 所以它功能性很低這樣子 後面我們要教的就是 它可以接收數值 像那個cos 你可以輸入一個數值給它 它也會回傳一個數值 cos做完的運算給大家這樣子 好 先讓大家看一下作業的其中一題 另外一題目前沒辦法寫 然後等下禮拜交完的時候 還有一題 有一個東西應該是可以到 不知道這邊 好的 好 那還有一點時間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今天交到的這個 今天交到的這個 總共五題啊這樣 好 所以趁多你禮拜天寫完 你就可以回去先寫這一題 這題比較簡單 實際上如果你兩題都想要先做你也可以 不然就有這兩題這樣 小焦時間是10月29日這樣 寫兩個Function 它可以畫課本上的那個circle 也可以畫T形 它寫兩個Function喔 所以那個程式裡面需要看到兩個Function 把它把這兩個Function拼起來 練習用一下這個沒有輸入輸出的Function 來畫一個 所以畫出來應該是一個圓圈一個T形 就長這樣子 一個圓圈一個T形 是男神吧 來 男神嘛 來 下 好 任意T形 看你要上面長下面短 還是上面長下面短 這邊T形倒是沒有定義這樣子 需要統一嗎 只要它看起來是個T形 符合T形的定義就可以 看你要想要讓那個圓形跟T形拼起來 是什麼突然都可以 好 這一個啊 這個你們可以先寫 不然你提到這一天交 可能會有點困難 後面這個比較複雜 這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這樣 這個就是把攝氏轉華式 那個溫度的部分 然後給你一個東西的深度 算出來它的溫度是多少 把它轉成攝氏 我會放在課程網站上 再看一下 這個如果會寫的 你也可以先寫這樣 這個需要用到 後半段 會傳入輸入的東西 好 所以這是禮拜天啊 好 今天就上到這一邊 謝謝 謝謝